請問老闆 請問老闆 喬職難不難 歡迎老闆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黃若瑋 好 在現在日益變遷的年代 大家都非常重視自己的外型 不管是造型 化妝 不管是男生 女生 都想讓自己變得更漂亮 不過其實簡單換一個髮型 像是染髮 燙髮 其實都可以讓整個人煥然一新 但是常常就有人很煩惱 我如果又染又燙 是不是髮質會很難維護呢 所以就有很多人 開始選擇起了假髮 而說到假髮呢 台灣的假髮界 有一位非常知名的魔髮師 今天我們就邀請他來到現場 一起來歡迎 得意假髮創辦人 鍾日生執行長 歡迎 歡迎來到請問老闆 主持人好 主持人好 你好 請坐 好執行長 我們都會想到 假髮這件事情 好像過去在我們世界裡頭 是很遙不可及的 在過去的可能幾十年前 但我知道你很早以前 三十多年前就創業了 但是最早之前 你是做美髮師齊佳的 你怎麼會在那個時候 其實大家對假髮都很陌生的時候 選擇假髮這個產業來創業呢 大概在三十幾年前 那我從這產業 從到應該是四十年左右了 大概四十年 對 那大概三十幾年前 因為我有一段時間 時場接觸 那時候這個影劇卻 剛好很熱鬧的時候 那我時場接觸一些港台明星 幫他們做造型 那我因為時場 那時候這個時場 接觸一些造型品 我覺得我自己想 假髮是一個可以天馬行空 可以在本來的餐廳裡面 不能做到的事情 假髮都可以很快速的去做到 那又剛好當下做到很多 那時候有 你們可能不知道 你們太年輕了 可能有一些 那個最早的紅頂藝人 然後還有最早的日本 那個時候是會的 那日本最早開始 那我台灣這邊 我先開始去做 所以因為這樣的機運 我就很順利的 就 往這邊發展 那從你最早 我聽說是從西門町 一間非常非常小的店 三瓶啊 然後做到現在的規模 全台有16家店 這慢慢的 從原料設計到製造 你好像都是一手包辦的 對不對 你怎麼去控管這個品質 剛開始 其實我們做馬腔熱血 想要把每個事情做好 尤其我們做美的行業 很重視小細節的一個盛視 那 到我到 我創業大概十幾年後 我覺得 有一個點很重要 就是原料 原料如果不過好的話 我們在做到髮型上面 在設計上面 都會有一個缺陷在 它沒辦法達到一個完美 所以到後續 我就從原料下手 那剛開始 我從在日本 韓國這邊學習 那到最後就再 跑到內陸啊 去取材 去好的髮石 來滿足客人需求 那現在 我們客戶其實都養成的 非常知道 材料的那個適不適合性 都養成一個 我們客戶基本上也都很專業的 那所以我們更不能馬虎了 所以在原料這一塊 我們就琢磨很多 對 好 那說到原料 我們現在旁邊有這麼多頂的假髮 可不可以請執行長幫我們講解一下 到底這個髮絲上 其實在我們一般人肉眼上 可能沒有那麼容易可以辨識 是不是用摸的 還是用怎麼樣特別的方式來辨識 怎麼樣的髮絲是比較好的 或者是說戴上去比較適合我們的 那現在如果單就材料來講的話 我大概做個介紹 OK 像這個 像有些客戶在買頭髮的時候 他一下就會問 這是真頭髮嗎 還是假頭髮 對 第一個問題 會問這個問題 然後許許在我們 在消費者想要聽到的回答很簡單 在我們技術者來講的話 要回答還滿難的 為什麼很難 因為我講真髮假髮 它並不代表它就是好或不好 或是貴或是不貴 它只是一個殘數 因為時代改變了 所以科技融入傳產 很多材料也在改變 也在進化 是 所以有可能它今天科技髮 會比真髮更貴囉 在某個上面是 所以我現在大家來介紹一下 想說像這一點 它是一個真頭髮 那頭髮有分粗跟細 所以有 比如說我們南方的人頭髮很細軟 北方的人比較粗 直徑比較圓比較硬 所以某個髮型上面 其實在一般的髮質 比較粗的髮質 它是可以做某方面的髮型 假如說你要像 你像那種燙得有點膨膨的 你要喜歡膨鬆感的 其實它的髮質上面是 比較硬的比較粗的 它燙起來造型比較漂亮 好做造型 對 那你再回過頭來看這個 我們頂級的髮質 這非常的柔 它非常的沉 它水分非常的沉 像這個我規定它為鑽石髮 這鑽石髮非常非常的貴 我還有帶整把的 那程度很好 就是它都會這麼沉 而且這種頭髮好的意思就是說 它不能有任何適合或是差油 它就這個樣子 這個是我唯一 我可以做保證的就是說 不管客戶使用多久 五年 十年 它髮質還是這個樣子 它不會改變 這樣是很難的 還有你看這個顏色 一定要是天然顏色 它深跟淺 不能透過染 像這個要求 像剛剛那個一般的 就會透過染 像這個髮質 就不能夠染的 不是不能染 它可以染 但是在我要求裡面 你要這種髮質說 你要什麼顏色 我就挑什麼顏色給你 是不要透過染藥 跟任何化學作用 去處理它 它就變得很漂亮 如果說 你這頂要拿去燙跟染的話 那就不要用這種髮質 因為這是太好 你會破壞它 你就用這一種頭髮去做 那這一個分別 分別性 在我的要求裡面 當然客人拿回去 使用者它要燙染 我也沒辦法控制它 但是基本上 如果像這種頭髮它要燙染 基本上 我是不大建議它買的 所以我們要看自己的需求 對不對 我們有一個90分鐘髮質 就是說 我希望客戶在戴頭髮 來選的時候 你花90分鐘來挑 你不要一下子就挑完 那這個時間我們就會 不要說教育 我們會跟你說明 頭髮怎麼使用 你要怎麼用比較好 你後續要怎麼比較好 然後你在世代過程裡面 你會了解說 我有什麼產品 我在用比較適合 所以我希望客戶在選購的時候 要花一點時間 要花時間 好好來研究 來試 所以這個時間我們就 利用這個時間我們就會 好好來跟客戶一起玩 然後一起說明 說到一起玩 執行長 我覺得有一個地方是讓人很訝異的 過去像我們在做造型的時候 有很多的主播也會選擇戴假髮 因為比較快 但是過去我知道的是到假髮店 好像是不能拍照的 因為怕拍照專利啊 可能會被模仿啊 或者是最新的造型會被copy 那像這樣子的狀況 在你們店裡好像不會發生 因為你好像是破天荒的 讓人家可以拍照 可以打卡 可以上傳 然後自己去拍照 找到最適合的髮型對不對 對 在這一塊其實我自己在 產業裡面這麼久 我時常在想 我們做這個假髮的 能夠給社會帶來 什麼樣比較正面的力量 其實到我做了三十幾年 我當然也希望 是在這一層上面能夠多一點 而不實在是一個買賣的事情 我們必須 我自己想法要升級 尤其大家現在拿著手機 你就會拍 你就會拍 對不對 尤其在前一年 就兩年前 我開始去致力於做這個事情 因為以前 就像主持人講的就是 因為產品設計好 這是一個創作 要保護等等 那我覺得時代不一樣的 這是一個分享的時代 而不是在一個自私 保護在自己的 胸裡 那個肚子裡面的 應該是要去讓大家知道 你的東西好 所以 我希望客戶來試戴頭髮的時候 他接觸頭髮 接觸假髮這一塊來說 是快樂的心情 所以 我就在 跟員工教育 我就開始做 就是 我設立了網美牆 你們去好好拍照 然後客戶戴完頭髮 讓他們拍照 讓他們玩 每次我覺得 或者我現在 我們每個月都要寫報告 店長報告 就是在外面回饋很多 客戶很開心 就是他每次戴頭髮 他可以拍照 他不用猶豫 他戴頭可以馬上分享 他家人也可以跟他建議 即使他在很遠的家人 他在美國的家人 他也可以跟他建議 這你的頭髮好不好 那因為這樣子的快樂心情 他在接觸頭髮的這三號 這個幾十分鐘 他不用去考慮 要不要選過哪一點 那先他放下心情 讓他接受這個假髮 給他帶來的快樂 跟他的豐富 豐富的一個思維 那自然而然 他就會去 很自然這個流程上面 他自然而然就會想要買 一頂或兩頂 來滿足他的需求 我有一次碰過一個客戶 給我很大的 很大的 教化 教育吧 那我心裡面 對產品 就很 我說我未來市地產品 要不一樣 我要從人性出發了 那如果可以的話 我可以很快速度分享一下 可以 OK 我有一個客戶 他大概在二十幾年前的錢 就來找我買頭髮 幾年前我在門市又碰到他 因為我 我去巡店 因為我喜歡接觸客戶 我才會知道市場的需求 我是設計家 那我一次我看到他 就幾年門市看到他 然後他看到我很開心 中醫生我可以跟你聊一聊 我說好啊可以啊 我當然我很開心 我看到老朋友一樣 因為他是二十幾年前的客戶 所以看到我們就坐在旁邊 角落聊一下 我想說他可能什麼事情 要跟我想 我是不是克服的問題 或怎麼樣 那我很珍惜這些任何聲音 所以我就跟他聊 他就說 那個鍾先生我今天要感謝您 我弄了一下 他說我二十幾年前 那時候我先生過世 他出車禍 就忽然間就過世 就是車禍過世 然後當下他心情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糟 他很想去死掉 他很想自殺 但是他看到旁邊的小孩 剛一個出生的小孩 他就認為他要怎麼辦 那因為先生過世 你知道他忽然間他頭髮一直掉 因為他憂傷過度 他頭髮免內掉很多頭髮 他就沒有勇氣出門 我記得那個畫面 我看到他那頭髮就掉得 幾乎成為那種像打化療那樣的掉法 我印象中那個人很憂鬱的臉 所以我就過去接 過去詢問 然後他跟我 他就 我就幫他找到一個 大家有聊天 不過我就幫他找一頂適合的頭髮 他就出去了 然後那時候因為你身體的頭髮 我就開始出力工作了 我就開始出力 我有信心我就去找工作了 那現在為什麼要感謝你 因為現在我的小孩長大 那我在家裡面喊一弄孫 我過得很幸福的日子 所以我要跟你感謝 謝謝 我小時候都跟他一起去打工 去工地打工 然後我在工地辦磚頭 他在前面 我在後面 然後他說大熱天 太陽很大 我看到他的背後 他全身都是汗 我還記得 我媽已經過世很久了 那我還記得這一幕 我剛剛有跟執行長聊到 我了解到說您是一個工作狂 就是從前端 後端 甚至是我們美髮設計師 在店內服務的 你都要親自的去做教育訓練 甚至你可能要交到四五年 你才認為他出師了 你對這個頭髮的每一個環節 這麼的堅持 你覺得要把一個工作熱情持久 就是一定要真心的對待他 才有辦法做得久 對嗎 是的 其實我剛開始自己 做假髮這一塊的時候 我沒有想那麼多 我就是認為做沒法好囉嗦 做假髮好簡單 一下子就戴上去就好了 我不用燙燃那麼久 我這樣戴上去就好 那個時候想法是想說很簡單 勉強到我搞到最後是更複雜了 更難 更複雜 更需要思維了 所以基本上在每個 我門市都設計師 法庭設計師進來 我基本上在交四五年過後 我才覺得他可以了 可以好好應付客人 像我自己知道 您在去年獲得 幸福企業的金獎的肯定 然後最讓人驚訝的是 這16家分店裡頭 離職率不到2% 這其實在現在的服務業來說 是非常罕見的 我覺得不是我硬要去做幸福企業 我不可能可以做幸福企業 我的想法在我 我的過程裡面 我都這樣做去感想 就是我覺得第一個 要從客戶身上找到幸福 也就是說 什麼樣的人服務什麼樣的客戶 可以這麼說 什麼品牌是養成什麼樣的客群 像我這麼多家店 每個店的客群也有點不一樣 因為你這個小團隊 你這個店長個性不一樣 所以你客人支持你的客群 有一點不一樣 它會有什麼不同 還是會這樣子 那 要讓客戶不離職的話 不是說老闆很簡單說 我給你錢多一點 那都不對 那不是一個方法 因為要有一個成就感 所以第一個 要從有一個新三小的觀念 我自己體會到 要從客戶身上開始 就是客戶來我們店裡面 他得到滿足感 他來消費 因為產品要得到幸福的感覺 他覺得你的產品讓我來 他每次回來 都會跟我們同仁 開心的分享喜悦 分享因為買這點產品 頭髮而得到的家庭支持 社會支持 然後大家喜歡 第一個 要從這個幸福開始 如果這個基層的幸福做不來 客戶使用不滿意 那你時常在門市有爭議 那這個幸福企業是做不來的 所以要從這個地方開始 那要從這個地方開始 當然要從這個 同仁的訓練開始 那這個訓練也不是你能夠勉強的 也就是說你一對一訓練的時候 你必須要有深度 你必須本身就適合這個產業 也就是說 如果同學們再選擇產業 就這麼說吧 可能是從 我第一個 我應徵人也是 這個同仁也剛剛一樣關係 就是 他一定要我先有興趣 然後再變成喜歡 然後再變成狂熱了 然後像我可能就吃愛了 然後你就會不同的想法在產品上面 那就這樣關係 在他如果喜歡的產業 客人回饋給他又是好的正面的 當然而然公司就可以得到獲得 因為這樣而獲得好的利潤 然後就可以撥給員工好的利潤跟成就 然後客戶也會喜歡去賦 去買單 這個幸福企業的兼顧是在這裡開始的 了解 那其實我們知道說 您創業這30多年來 當然一開始您是先驅者 但是在後來有越來越多的這個 假髮業者進入市場 競爭一定是越來越激烈 您對這一路上的這些創業上的挑戰 曾經讓你覺得很挫折的一些經驗 所以在過去前面的30年到50年之間 西門町是唯一買假髮最好的選擇 那那時候 我第一次碰到一個大衝擊 因為那西門町很多交髮店 那我開下去的時候 我右邊一家韓國人來開的 我前面又一家日本人來開的 那時候我剛穿越沒多久 那你看他會當然覺得很 很心裡很不識之味 那在我的歌聲我後面看起來說 我很感謝這些競爭者 我是心裡話 我很感謝這些競爭者 因為日本人來這邊開 帶給我看到很詳細日本人做事態度 韓國人來這邊開 也讓我看到韓國人很詳細的做事態度 後續我去各國研究 這因為他們給我的啟發 那我善用他們的一個元素 來在本土化 所以到後來他們都收掉了 那我繼續活著 那其實我現在市場開設的時候 聽著音樂我都在感謝這些競爭者 如果沒有競爭 我不會有這樣的思維跟衝勁 去做更好的事 所以其實不要害怕競爭對不對 還有在就近 就前幾年而已 我旗艦店 因為我旗艦店生意很好 所以日本一個商事公司 如果就沒有隔間 就在我旁邊這樣 一樣連在一起旁邊開一下 他一進來的時候 我們同仁不一樣的 那個工作態度 那個熱情 那個衝勁 那個想法 每天都給我想法 BOSS我跟你講怎麼樣 BOSS我跟你講每天都跟我討論這些事情 反而被激發 我覺得他們更厲害了 業績衝更高了 所以在競爭上面就表示 有商機 所以有需求 世界各國人會來 表示這地方有商機 那我們應該從這個更大的市場裡面去 去獲得更大的比例 應該去擁抱挑戰 用比較大的方向去想這個才對 格局要高一點 其實大家如果都提供好的服務 好的品質 一樣是把這個產業帶給大家印象更好 會做更大 大家可以獲得更多 然後客戶可以得到更多好的產品的支持 我覺得那是OK的 我知道執行長其實小時候家裡是有一些狀況 然後您的父親很早就過世了 您跟媽媽好像也是一直在躲債的日子當中度過 那我在想小時候也知道說可能有一餐每一餐的 您是怎麼熬過這些時間 甚至到最後你立志想要創業 沒有說因為家境的關係讓你一蹶不正 那這個過程跟打拚的一些故事可以分享給我們嗎 其實 我小時候家境不好 我媽媽沒有不好她很好 那我知道說你們一直都蠻辛苦的 就是剛剛在後台也有跟您聊天說 你小時候曾經用這個 等於是人家救濟的米 然後要排隊去 放鼻棒 然後放鼻棒的那個 師傅可能覺得你的米太小了 這件事情曾經讓你很受傷 這很久很久的事情也很久沒有提 所以現在忽然一提我心裡有一點氣痛 不好意思 那因為我兩歲我父親都過世了 所以我沒有見過她 那我也不太會思念她 但是後來我聽了一場演講 演講的時候 主持人也跟我說就是那個 現在當台北市文化局長那個 那個蔡世平 她跟我說其實 你爸爸很想念你 當然有一些故事來跟我講一下 所以我後來就反思了一下 那我媽媽很偉大 她就帶著我們 然後她自己做事 當然因為爸爸生病的關係 說記下一些贊助 那不是我媽媽的問題 那是留下來這些事情 那當然會造成一些 我們必須要努力的事情 那當時我們是 我不是貧湖 那我其實我小時候 我最不想要去走的一段路 就是從家裡去 那個救濟單位領貧富用品的那一段路 就是走大概要走半個小時 然後去領救濟產品 然後回家 那這一段路是我以前 我認為我最不喜歡走的一段路 我現在想起來還是很感動 因為你真的那時候 你知道我再描述一下 我現在可以講 就是我們因為家裡以前窮 沒有我們的米都是那種米糠 這不是真的米 然後我看到那個 我們以前鄉下都會有固定的來 你說用米去爆 換整爆米花 那時候我就很開心的 看同學都去 我跟著國小 國小二三年級而已 我就跟著他們一起去排 然後我從家裡的米糠 拿米出來去排 我很天真 因為這樣沒有關係的 我就拿米去爆 什麼不對 我就排 排到我的時候那個爆米的 那個表情我還記得 他跟我說 你的米不能爆 我心裡就納入我也不懂 什麼叫米不能爆 對 什麼叫米不能爆 這個米不成米啊 我們吃的米是不成米 這可以當稀飯 這樣燒 它不成米 我們小時候不懂 就這樣吃 不是他不給你爆 是真的不能爆 不能爆 不是他不願 是這個米 我們吃的米 我們家裡吃的米不成這個 米的要素 我就悶著頭 那時候我臉紅耳刺 因為我後面都是同學 然後有一個女生 你知道我們男生都很好強 心裡就很 很痛恨這個人 然後我現在想起來我也不通恨他 因為大家環境都不好 我第一次領薪水 就是買一大堆爆米花回來 死吃的過眼 對 那這種事情記憶在我 就是說 我要 我媽媽當初很 很在意說我們要 她雖然很辛苦 但是要我們好好讀書 她希望我們好好讀書 我小時候都跟她一起去打工 去工地打工 那我有一次在大熱天 暑假的時候 然後我們一起 我跟媽媽一起打工 我暑假我國小就打工 然後我在工地搬磚頭 她在前面我在後面 然後她說大熱天 太陽很大 然後都漢流假背 我在她背後搬 我看著她背後 她全身都是漢 我還記得 我媽已經過世很久了 我還記得這一幕 我在後面搬磚頭 然後她走到 我們就搬磚頭兩隻手 然後她走到 前面有一個Model House 就是那種樣品屋 她工地有樣品屋 她就跟我說日生 她用頭筆說 日生以後你要好好讀書 你看在裡面 辦公室吹靈器的人 都是有讀書的人 他們賺很多錢 老闆賺很多錢 我們在那邊搬磚 不讀書在那邊搬磚 我們賺得起來很少很少 所以你好好賺錢 那時候沒有什麼太大的感悟 我現在回想起來 我覺得後續我 我就一賺錢 我就可以去買房子 試產等等 這是我媽媽給我的啟發 因為我那時候在工地 她說有錢就要買房子等等 都給我很多 很好的一個灌書 所以後續我就 所以我當學徒我只有一年而已 我現在要求我的員工 十年才可以當師 我以前當學徒 我當了一年我就當師傅了 為什麼 因為我拼命想賺錢 我大概七點進去 晚上十二點才下班 我每天就是七點工作 早上七點工作 晚上十二點下班 我就這麼幹 因為我下班時候 開始學技術 師傅 老闆來看我很認真 看我這小伙子還不錯 他就教我 所以我一年我就當師傅了 然後我當師傅的時候 我第一個月就做了全 全店裡面最高業績 我那時候就領得快三萬塊錢 那時候很多 我第一個當師傅我就可以這樣 因為我一直蠻好的事 我也有興趣 我也有興趣 但是最終是 快點要當師傅 我快點要開店 我快點要賺錢 讓我家裡過好 所以這段激勵 讓我們後來成長的過程裡面 有這些因子 成功的因子 我不敢說我現在很成功 但是我至少我是做到一個我 還喜歡 而且對社會 而且對我自己人生財富規劃 很滿意的一個階段 謝謝執行長的分享 其實我們也有到你的店內 來做一個精采的變裝秀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看看我們的假髮開箱 以前我們都認為出去很漂亮 出去不干我的事 不對 我後來也想一想 應該讓客戶回來的頭髮都很漂亮 所以我注意他回來 我不會注意他出去的時候 好嚴格喔 歡迎回到晴溫老闆 我們等一下馬上就來看看現場 來看看我們的假髮變裝秀 到底一頂假髮可以讓個人有多大的改變呢 請看VCR 今天請問老闆呢 來到了 首區一指的假髮店 今天我要找我的好朋友Claire 一起來做大變身 我們等一下就來試試看 看看Claire會變得多漂亮囉 走 帶我們掌聲歡迎中日生執行長 謝謝 謝謝 執行長 我第一次來逛假髮店耶 第一次 我看到這麼多的假髮 我很震驚 這大概有多少頂假髮可以選擇 這裡面的整頂大概有三十百頂 然後局部的應該有三千頂 上千頂 那這樣子今天我帶我的好朋友Claire來變身 會不會有適合他的臉型跟他的身型呢 那 沒問題 一定有辦法 基本上正在試頭髮就是 基本上是 可以做很多不同的造型變化 而且 想買幾頂有幾頂 哇賽 那我們現在要找專業的老師 來幫我們去介紹對不對 對 我們現在請Kiki老師 來做這個大變身 哈囉 Kiki老師 今天要再麻煩妳了 那讓我們去幫我的好朋友Claire變身吧 Kiki老師可以幫我看一下 我的好朋友Claire她的臉型 適合怎麼樣的假髮嗎 沒有問題 我覺得她適合她會比較短一些些的 可以休息她的臉型 要跟她今天的這個打扮 還有髮型要有一套的感覺對不對 沒錯 好 那妳今天幫我們介紹哪一頂假髮呢 等我一下 好 好 為什麼會挑選這頂假髮呢 因為我覺得今天跟她的穿著 搭配起來這頂假髮 如果說是以長頭髮來說 會說太可媚了 真的 欸可是她這個頭髮長度 比這頂長這樣子會不會跑出來啊 沒有問題啊 我們做一個很簡單的收髮的動作 我們短髮也可以戴 就像我這個頭髮也不戴 哇 好那請Kiki老師來教我們 怎麼樣把頭髮藏進去 我真的有點不敢相信欸 可是這樣一般人戴會不會很麻煩啊 不會很麻煩 只要簡單的把頭髮收乾淨就可以了 喔 怎麼收呢 這樣喔 欸 哇 這好像就是女孩子一般 就是在戴髮哭的時候的戴髮 對 像拔帶一樣 然後簡單的把頭髮揪起來 往上拉 喔 就這樣子 就這樣 妳剛剛這樣子應該只花了十秒欸 一分鐘都不到吧 沒錯 好那接下來 套上去就好了嗎 那就直接這樣套上去就好啦 嗯 哇 好快速喔 欸我真的沒想到戴假髮這麼容易欸 是不是比上妝還要快 真的 而且我覺得比買衣服的效果變化更大欸 這樣妳就不用常常染頭髮啊 所以身體健康也好 欸真的耶 而且這樣子看起來真的整個人都不一樣 很俏麗的感覺 很自然的擺動可以很自然 就像真的頭髮一樣 對啊而且都沒有看到接縫欸 好強喔 嗯 而且髮質摸起來也很好欸 完全看不到這裡面的那個髮際線欸 超棒的 真的 而且這一頂啊 她頭髮是仿真髮的科技師喔 而且她完全不怕水 這樣子像我們騎摩托車戴假髮 也不用怕頭髮塌對不對 沒錯 超方便的 安全帽拿下來撥一撥就好了 哇賽 好棒的科技喔 而且像台灣比較屬於東南亞的國家 比較潮濕 潮濕 太不容易它 太棒了 因為其實我們女生常常會有頭髮塌的問題 解決了太好了 我們就帶這一頂回家 今天來到首區一折假髮店 我才發現說啊 女孩子換了假髮 比換衣服的變身效果還要驚人欸 在這邊工作一定很幸福對不對 對 是的 因為我們都是一群很愛頭髮的工作人員 然後每天幫客戶呢 從進來到出去 讓她很得意很滿意 我們就會很開心 哇真的是太棒了 我們今天的變身任務 大成功 成功 其實現場看了以後才知道說 原來戴假髮 沒有我們想像中的困難 不過我看這個保養應該是有學問喔 像我們在專業的門司 我們都會把妳配套 什麼樣怎麼樣去保養 那有些客戶呢 她不想自己保養 她就會送回來 送回來門司 我們可以帶為保養 她就只要來換過去就好 就不用擔心這個事情 那如果講到自己在家裡 有什麼簡單保養 我大概講一下 就是說 在書假髮的時候 它裡面的結構是 是手編的 是手編的 所以書紙呢 我們都會配套給 這是特殊的書紙 不是一般的書紙 不要尖尖的 對 因為尖尖的可能會把結 給輸掉了 因為細的產品 對她的關鍵要越小心 等於是跟頭皮一樣的規格 去照顧她 跟照顧包包 保養包包一樣 一樣 因為妳就等頭髮也很多錢 很貴 所以說她 因為細的產品 越需要這樣好好的照顧 然後清洗 清洗一定要乾淨 然後保養 護髮 然後保養 護髮 久了之後 要再回來 把頭髮徹底洗乾淨 這樣子 其實程序就是這個樣子而已 那我比較好奇的是 像假髮 因為我之前做造型也有用過 可是發現洗了以後 我不知道我到底該吹它 還是不該吹它 還是讓它自然乾 好 OK 那個主持人講到重點了 剛剛有提到造型師 來幫明星 可能他台上要表演 他必須去做造型 他必須去上色 他就用這種 枕頭髮的髮指 他才可以去自由做造型 那如果像我們消費者 如果喜歡像這樣 你看這個 它有一點幅度對不對 你梳它 它有這種彎度 它現在滿流行的 一個彎度 這種自然彎度 我們平常都要去吹 它才有彎度 那現在台灣氣候潮濕 你可能現在吹好出去 稍微淋了雨 它就吹下來 就會很麻煩 對不對 因為有需求就有商機 所以我看了這一點 所以我們用心去做一些 我時常看客戶回來 回來的時候頭髮 回來整理的那一剎那 頭髮很漂亮 而不是出去那一剎那 頭髮很漂亮 以前我們都認為出去很漂亮 出去不干我的事 不對 我後來想一想 應該讓客戶回來的頭髮 都很漂亮 所以我注意他回來 我不會注意他出去的時候 好嚴格喔 好 那他回來的時候 他用了半個月回來 他還是要這個彎度 還是這個亮度 所以我們要做到這一點 這個產品才會廣泛被接受 那你如果要回去 我帶著我出國去玩 我每天要在飯店裡 我都要吹他一下 吹他一下 會啦 很少人會做到這一點 要漂亮的 有時間才有辦法 比較難 所以我們設計的這種產品就是 你出國或平常 只要放在盒子裡面 或是包包裡面 你水索拿起來 梳一梳放下去 彎度又是一模一樣 它就不是這種 鑽石級頭髮可以做到的 所以我剛剛提到就是說 產品不在於好跟壞 真的是在於 我們使用者 消費情況不一樣 你使用情況不一樣 去選擇適合的產品 那我們保養跟收藏 有沒有什麼特別要注意的 其實就很簡單 就是平常就是在 就用我們 我們會有一個架子稱的 叫它通風醋 台灣潮濕嘛 你如果都丟在櫥子裡面 都沒拿它會 它比較不對 它就要通風醋 那也不用刻意去 曬太陽處 就很自然的 自衣間放著就可以了 這樣子 了解 只是在要注意 剛剛主持人提到 這個頭髮是要去吹它的 還是不要去吹它的 熱度承受度 你要去注意 你要注意 那在買的時候我們都會說 有些頭髮你要吹才會漂亮 有些頭髮你不吹才會漂亮 所以我們要說明清楚 讓消費者使用順暢開心 對 好 我們等一下馬上回來 我想請問您 我的 以我的臉習的話 適合是配戴什麼假髮呢 如果你是客人的話 我會跟你說 你戴什麼都很好看 真的很聰明 歡迎回到請問老闆 歡迎回到請問老闆 好 我們回到了現場 當然請問老闆 最核心的價值是什麼呢 就是可以讓大家直接請問老闆 今天我們現場 由哪兩位新嬰兒 可以直接跟老闆 面對面的請教呢 我們馬上看大螢幕 陳妍晴同學 哪位 哈囉 你好 執行長 你好 我想請問你 創業期間到現在 有沒有遇過奧客 那遇到的話 都是怎麼處理的 謝謝 我舉個例子 有些 我前陣子而已 我碰到一個客戶 就是 他年紀滿大的 70歲左右了 白頭髮 白頭髮 他戴頭髮是為了不染頭髮 那每次我們的設計師呢 就會跟老闆 就會跟店長說 那個客人看到他會怕 買之後每次回來 每次跟他找麻煩 每次跟他挑剔 他很怕 很怕碰到他 那我後來 我知道這個 資料我看 資料我看了一下 我覺得這個客人 他需要醒的啊 這個客人也沒有需要這個產品 這是我很重視的一點 你請這個客人 約時間 我來跟他聊一聊 我的想法是 他很多說每天 每次都是罵他講他 我說 我身體這個客人 可以成果永久客戶 我心裡是這樣想 不只解決而已 我心裡是這樣想 賢貨才是買貨人 對 我就叫他 我就請他 你約他來 最好他老公跟他一起來最好 這樣子 他夫婿真的來喔 那個老公也是很體面 然後帶他來 然後我們在門市的辦公室裡面 我就跟他聊 聊了起來 然後我就知道 我去探討他的原因 之後呢 我就馬上再講過之後 我就馬上說 好 來 那我們現在再來試 我來幫你找 適合你的好不好 你會喜歡的好不好 因為我知道他喜歡 他需要 他說 不過我都覺得 每次帶的都有問題 所以我就 當下幫他處理好之後 後來 過了幾天 他再回來 在整理的時候 那個設計師跟我講說 那個 你們講的奧客 就很難處理 現在很好耶 現在不會這樣子喔 再過 剛好在前幾天而已 我碰到他 他跟我說 老闆那個客人又回來買頭髮了 所以其實都是彼此的理解差異 對 好 那我們接著下來 還有一位同學想要發問 請看大螢幕 楊馨宜同學 請發問 執行長你好 我想請問您 我的 以我的聯繫的話 適合是 配戴什麼假髮呢 如果你是客人的話 我會跟你說 你戴什麼都很好看 真的很聰明 因為 在髮型設計的時候 你要去 你要在動刀之前 一定要跟你溝通好 你適合什麼髮型 不然剪下去 如果不對的話 他可以告你耶 他可以 他可以很多方式去整你 對不對 戴小髮就不會囉 所以你不要有包袱 我說跟設計師交 你不要有包袱 你跟他建議一下 剛剛我們看電視也有介紹 所以我 我們如果是門市的人 我就會說 來 我們來試這兩點髮型 我就會比髮型給他看 然後他就說 真的嗎 真的嗎 好 他就坐下去之後 戴下去之後 你剛開始會問對不對 後續 他就會自動說 這個不錯 但是我想那一點可能更好 那一點可能更好 他就會發動 發動他的思維了 然後開始戴 當然他喜歡就喜歡 不喜歡 他戴下去如果 跟戴眼鏡一樣 你去試眼鏡一樣 不喜歡你沒頭就皺 看到眼鏡喜歡你就很開心 所以很開心之後 就是找到他最適合的 當下他心裡最想要 最適合那個產品就發生了 你就當下就可以跟他完成了 所以 世代 然後看他的臉型 他 不是臉型 是他覺得開心 他只是喜歡 這是適合的 所以假髮沒有太多限制 那執行長 我們接下來還要面對的是 我們真人面試環節囉 我們今天現場有兩位同學 報名行銷企劃 好 我要學習一下 是 我們馬上來看一下 是哪兩位同學 要進行簡單的自我介紹呢 請看大螢幕 好 我們的兩位同學 分別是機會同學 藍宥傑 先歡迎您上台 來 我們這邊請 你好 好 那先請你自我介紹 你好 我是來自喜武科技大學 表演藝術系的學生 對 OK 藝術系 對 那對於行銷企劃這個職位 你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想法 可以跟執行長推銷你自己 我覺得行銷企劃不一定只是賣假髮 可能是就是像剛剛說的 就是假髮可能讓人畫一個風格 那也可以讓周遭的人 可以讓你覺得有點新鮮感 就是如果你一直都同一個方形 但是你想要畫一個 你不敢嘗試 就是像假髮一樣 就是你可以去試試看 那像行銷的話 我們表演戲的話 就是像有一些表演 就像我們可能需要用到道具 對 就大家可以去嘗試不一樣的髮型 我們就可以往不同的 不一定只是規定在哪一個職業 或是哪一種人身上 需要用到假髮這個東西 你解釋得好清楚 好 我可以問一個問題 好不好 你如果看到一個髮型很固執 千年不變 她就喜歡那個髮型 她就喜歡那個髮型 她都不想改變 第一個問你說 你會認為她是她心裡最喜歡的髮型嗎 第二個就是說 妳怎麼樣讓她改變 說服她改變那個髮型 好不好 妳可以簡單 沒關係 妳自然去講她就好了 我覺得如果像 就是完全就是 她從頭到尾 她就只是想這個髮型 每次去髮廊都是說 我要修怎麼樣 就是撿回妹妹頭 譬如 那可能我覺得她覺得 那是她最安全 就是最保守的一個髮型 就是她覺得 這個是適合自己的 她就覺得就這樣就好了 她就不會想要去嘗試其他的 好 那妳怎麼改變她 第二個 就是像她如果一直都是那個髮型 那就等於說 她定了一個自己的風格 那她周遭的朋友就覺得說 她就是這個風格 那如果她嘗試去換另外一個髮型 可以不用說 這一樣都是妹妹頭 她可能是從可以小燙 從燙開始 就是可能一點點一點點 下去改變自己的風格 讓周遭的朋友也會有一個新的感覺 對 妳剛剛講燙嘛 就改變很大喔 那妳怎麼說服她能夠進行燙這個事情 就像假髮 可能可以讓她試試看不一樣的造型 OK 妳一直就這樣來選過假髮就對了 對 行燒嘛 好厲害 就直接就不用躺了 藍同學表現得滿好的喔 反應很機智 好 謝謝藍同學 謝謝 好 我們剛剛看到藍同學的反應 已經非常機智了 但是還有一位強勁的對手喔 也就是我們的命運同學 林孝萱 歡迎 請就命運寶座 執行長好 你好 那我叫林孝萱 來自於型武科技大學 時尚造型設計系的學生 對 那妳可以講一下對於這個行銷企劃 妳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想法或概念 可以跟執行長報告一下 行銷企劃的話我覺得 因為我在大學期間就是學整體造型的部分 所以在髮型上在大學都有做學習 所以我們有就是會學到一些基礎的東西 然後也有在持續 那行銷企劃的話 因為我們其實也有學那個 時尚企劃 行銷 那上這個課之後 覺得其實是滿有興趣的 然後也有考那個 品牌行銷企劃的證照 那就是我覺得這兩個結合的話 可以運用在之後的工作上 對 好 很好 那我這邊也一樣請問妳兩個問題 好不好 一個就是剛剛有問過的 就是妳怎麼樣說服一個 千年不變的髮型的人改變髮型 第一個 那第二個妳剛剛講 妳剛剛做很多妳的行銷專業 那現在我們公司在 因為我們就開創這個AR 讓客戶在線上可以體驗 對不對 所以妳對於像 像這種比較先進的產品AR 妳剛剛講這種行銷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去 妳有沒有想什麼想法 怎麼樣去做這一塊 讓客戶的Promo會更好 第一個問題的話就是 就是它因為已經有個固定的髮型 所以就是可能像 尚未講差不多 就是我會盡量不改變它原本的那個 外貌 就是它的髮型 但是會做一些小小的修層次之類的 就是 就是讓它盡量改變不要太大 對 但是還是會有一點 不一樣的感覺 第二個是 就是現在其實也滿多手機程式可以換頭髮 但是 因為 其實有些程式的髮型 有時候 因為我其實也有玩過 對 但是有時候頭髮有些程式會有點夾夾的 那是P圖 那是P圖不對 對 所以我就是 其實也滿建議它可以到實體的假髮店面做嘗試 因為有時候它的那個 就是它的P圖就是很定 對 可是如果用假髮的話 它可以就是可以看一下整體的造型這樣 所以我覺得就是 比較建議它可以到實體店面做嘗試 好 好 這時候很緊張囉 我們兩位同學又面試完畢 接下來呢 要請執行長往前 然後呢 我們機會在右 命運在左 來 兩位同學請 我們到前面來 執行長 剛剛聽完了 兩位同學的這個面試 您覺得這兩位同學表現如何 然後請幫我們選出一位 您認為這個行銷企劃 可以入選為您的左右手 命運同學跟機會同學 那我選機會 機會 你選機會同學 對 機會同學 原因是什麼呢 可以幫我們對著鏡頭講一下嗎 你非常理智 你非常善良 是很適合得意的精神 很符合 真的很符合 但是總是要挑一個嘛 如果現實上我會兩個都要 但是你現在要我挑一個嘛 我就為什麼是 又婕 為什麼 因為又婕 她心裡面有產品 她心裡面有產品 她不想把那個畫就轉為 我就讓她選過假髮 我就帶她選過假髮 所以她把我們的問題 跳脫到我一個主題上面 所以這次在做門司服務 是很重要的一個機靈反應 也就是說她這個產業的 聯繫滿深的感覺 所以我以後的感覺 我會認為目前她是比較適合 好 最後請執行長幫我們 站在同學的旁邊 好 然後幫我們跟電視機前面的 這些觀眾朋友 因為有一些新鮮人 他們可能即將在面臨找工作 那是不是有一些鼓勵的話給他們 我覺得第一個 你們現在都大學對不對 大學可以找興趣的 高中一定要好好讀書 大學找興趣 真的把興趣找出來 我相信現在父母一定都會支持你 只要你好好做 每個行業都是大事 興趣找出來 第二個 興趣找出來的時候 你不要遇到困難 你就說這我沒興趣的 好好去生更 喜歡她 你要喜歡她 喜歡她做到 你喜歡她只是你進來 你剛進來了 但是你要成為職人 成為很不錯的專業人的話 你要很熱愛 你要去熱愛她 你要學的是熱愛她 去熱愛你的工作 熱愛她之後呢 最好你到最後能夠很痴狂的 很狂熱的愛你的工作 那時候你就是專家 你的工作態度 你對社會的信服力 大家相信你的態度 一定是不一樣 所以社會回饋 你給你的職業尊重 一定會很相對等 今天非常感謝執行長 還有我們兩位同學 以及現場的同學們 也請大家 每週六晚間八點鐘 持續鎖定我們的 請問老闆 拜拜 拜拜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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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